好 两位来到了现场 我来先问一下李女士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离婚 想离婚 因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叶全民他出轨啊 我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家 我保不住了 你们结婚三十几年 七九年结婚三十六年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女孩 多大了 三十四 挺好的一个家呀 现在怎么了 为什么要 他已经要被大了 他为什么不要家 不要老婆 不要孩子了 少来这套 没用 没用 你没良心 我想问李健 你说他 出轨 你见过吗 见过 他说你见到什么了 我没结婚以后 说实话啊 结婚以后 我没过的日子是挺好 后来有了孩子 孩子上大学了 他下岗了 他出去逛一逛一逛 他觉得找了个活 他提出要求 我就把我们家的所有的村款 实际上也就是千里块钱 我又回家借了几万块钱 买了辆车 开始给建筑工地挖土 拉土 干了两年多 一看挣钱了 又想干大的 又买的是挖掘机 挖土机就那个 后来又组了一个车队 越干越大 越干越大 一开始的时候还顾家 有钱也给我 然后呢 日子越过越好了 反而觉得越来越不幸福了 是吧 不幸福了 后来老是不回家 老是不回家 我就给打电话 今天下谈业务 今天有应付 打电话你不回家 我就上工地找你去了 大白天的那个工地房子 简易房 插了个没干什么了 我敲没敲不开 敲不开 那是你的想象是吧 那你的想象 你看啥呢 可以想象 对吧 我敲敲没敲不开 我就装着 我说 你们里边没人啊 我就走吧 实际上我没走 我就出去两步 我就藏了 藏在一边了 他已经给我走了 就开开门了 往外一伸头 我就马上退门就进去了 实际上说实话 我当时没带路 哎 进去一看没人 没人 但是隔壁那个屋 就是一个里 前半就散散 那个窗户开着 那还是想象啊 是啊 人在哪里啊 但是 我第一次说 为什么你不让进 你把我拽着来 光就把我摔那里了 我敢拽着吗 是啊 你别这么着 你说哈 这是第一次 我感觉可能我这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去 还是那个点 怎么样 还是那个门插着 我一脚就拽开了 拽开你两个就在床上 是谁给我提 干什么的 啊 你说干什么的 我就生气了 我就要打他两个 结果怎么样 他护着那个 一下就把我推下来了 就打着我 就打着我 你护着他 把他 他一半让他跑了 啊 我就回家了 从那以后 踢出来给我离婚 我就不给你离 李健保处 他抓到叶学民 出轨的陷阱 面对李健的说法 叶学民会做何解释 所谓的出轨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我来问一下叶先生 第一次 是你一个人在屋里吗 啊 是我一个人 他就是 真是 想象的 真是想象的 第二次也是想象 我想象 你做了一些剧 你啊 第一次是想象 第二次呢 所以叶先生就是 不见棺材 你不掉泪 不见兔子 你是不撒婴的 除非你把我堵住了 否则其他全是想象 是这意思吗 啊 告诉我们第二次 先说说这是谁吧 饭店的认识一个 就是大工的一个大工 饭店的服务员 是吗 怎么会认识的呢 就是 那这说的话 这是一二二零一年 那个时候 啊 我到饭店里去吃饭 感觉这个小 啊 这个小女孩挺好 那时候才18岁 确实对我这个 服务态度挺好 哎 哎 你真好意思 说 比你女儿的年纪还小 我跟你讲 他比我还小 上十岁 他真好意思 然后呢 一来二去经常去饭店吃饭 就熟悉了 哎 就熟悉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熟悉了 后来吧 我听说他家庭挺困难 我就资助他一千块钱 啊 资助了 资助了点钱 有钱吧 资助点也正常 然后呢 再后来 我听他那个老板娘说啊 他家里盖房子 我听他盖房子 我说这真是大事 是吧 你农村的盖房子 一点半点钱 肯定凑不起来啊 我就 当时就说 我资助了 我借给你三万块钱 多少钱 多少钱 三万 三万啊 从你第一次掏了一千块钱给他 到最终你愿意掏三万块钱给他家里盖房子 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有多长 这个 这有两年多了 说这话题 然后呢 三万块钱给他了 人家怎么说呢 咱说啊 这个小姑娘 反正很感动 很感动 那当然了 平白无辜一人给他三万块钱盖房子 换谁谁也感动啊 然后呢 那当然以后啊 我们的关系 好像已经静了一些 那当然 怎么个静 他就是有的时候 单独啊 聊聊天啊 有一次上楼 喝个茶 他就是说到楼上 他脱掉了上衣 就是假装一个一个 那是天生 那女孩儿把衣服一脱 你干嘛去了 我没干嘛 我那是没干嘛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丢人 也就是说 在您资助了他三万块钱盖房子之后 你们原本单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可以这么说吗 也可以这么说 当时你觉得 你对他是什么意思 我对他说真的 我真是非常有好感 非常有好感 是 他看你钱了 然后他对你呢 他对我更有好感 要不然 他那样嘛 对你的钱有好感 那被老婆第一次第二次 屡次堵在房间里面 是在借了这三万块钱以后 是吧 都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你跟这个服务员发生关系之后 你们俩又在一起多久啊 一直到现在 两年没回家了 两年多 一开始我是不同意那个离婚 前两个多月吧 九月底的时候 哎 那小三给我打电话了 叶玄明的出轨对象已经水落石出 就是饭店的服务员刘涵 那么刘涵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李健接到电话后会坚决离婚 我打电话什么 让我 那个 打离婚 可能吗 这是 不可能 我呢有诗诗会说 因为是他 他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 和他离婚 我该让位了 说那个 我年龄大了 那个 他年轻 那个 让我离 和他离婚以后 他两个好结婚 说是他许给他的 忍不住了 从来以后 我知道了以后 说实话 我原来我根本就不想离婚 我想保住某个虾 但是我捣不住了 我听了他那个电话 我非常的气非 我难过死了我 所以是吧 我送他以后 我就想进去 我分离不可了 叶先生好像还对这事很意外吗 看来你对这个小的女服务员 他不承认 不然的话 他怎么有我的手机号码 不是你给他的吗 是不是 你让他打的电话 你两个做那个 我说事 我说说吧 我查局 这个情况 可能是 我有一点疏忽 我这个手机啊 经常乱扔 有时候扔在床上 他可能 当不是看了我的手机号 所以这句话 这个事也说明 要是真要 我要是没有你这个家 你这个好 我早就删掉了 刘晗的电话彻底击溃了李健 坚定了他理由的决心 究竟叶学民和刘晗 为何会发生不正当关系 叶学民是如何走到出轨这一步的 有一次我送他回家 那天好像是下雨 就是在车上 说不好听也是他主动 老叶 我问一下 今年您多的岁数了 我今年61来 61了 也就是说您在59岁那年 这两年前吧 59岁那年 你跟一个20岁女孩在车里 我只能说你挺时髦啊 现在是什么意思 李健你想离婚 是这意思吗 是 叶先生你要离吗 我不想离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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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婆都快被你踢到垃圾江里了 你怎么 你不想离婚 为什么 他又凶 把你逼出去跟小三活活同居了两年呀 惨无人道的女人 你还跟他在一起吗 自从他不是说打电话那个时候 发生疑惑 刘涵 就是对我 态度有些转变 每次啊 就是要钱 那你还以为他图你什么呀 业人 你以为你在60岁碰到真爱了 所以你现在这两天突然发生了变化 你对这一段曾经你非常满意 说起来嘴都合不拢的感情 突然认清了他的本质是吗 对 我就是 就这些天来 我就是 反正是退步的话 我就做了一下比较 哦 还是家好 四年了 一开始提离婚 现在又两年不回家 他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又不离婚了 里头有事 我知道 来 我们今天把这位年轻的服务员 叫小刘 也来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哎 还有一位是吗 哎 你干嘛去 快快快 你们俩吗 你们干嘛 你们俩年轻 我唱他一个话 刘晗的母亲一上场就和叶玄鸣起了冲突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愤怒 叶玄鸣和刘晗之间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你这么大岁数你就把他干十八岁的婆娘 好 你真不认为我连到家 你真不认为我连到家 来来来来来来 那个 这是刘晗的母亲是吧 您先别太激动啊 这个 来 小刘啊 讲讲吧 你跟这个叶玄鸣是怎么回事啊 我 我跟他确实有关系 当初是怎么跟叶玄鸣产生感觉的 因为我在饭店里打工嘛 然后他去吃饭 老板娘跟他关系挺好的 说我家里农村的小孩挺不容易的 他就拿一千块钱给我 第一次就拿了一千块钱给你 当时没有 后几次 然后就是他之后就总去吃饭 然后就拿一千块钱给我 然后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拿一千块钱给你 他当时说 看我挺可怜的 然后让我去买点衣服 这样 后来呢 我们家后来有一次盖房子 然后钱不够了 然后 就是 没盖成就盖了一半 就没有钱再继续盖了 然后他当时知道了就给我三万块钱 然后呢 你也拿着了 你不觉得一个陌生人 因为之后 天上掉馅饼 他肯定要吃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愿意拿这三万块钱 因为之后一段时间 他就对我特别好嘛 然后带我去吃 吃好吃的 带我去吃饭啊 看电影啊 还有去 带我出去玩买衣服 这样 就一直对我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熟了嘛 然后 他当时 知道了之后给我 然后 我就拿着了 我觉得挺 挺感谢的 然后 因为 家里 一直 从小条件就不好 然后呢 感情一路升温 你就忘记了年龄的距离 世俗的伦理 以及他还有婚姻 就跟他发生了关系 是吧 啊 哎 你怎么想的 他比你大 四十岁 因为他对我 特别好啊 然后我从来都 没有 嗯 那样的生活 然后 什么样的生活 有钱的生活 当时是 是不是你 找到了 叶学民手机里 他妻子的电话 对 是我 你是背着叶学民找的 还是当着他找的 背着他找的 你背着他找到电话的 目的是什么 因为 我 嗯 怀孕了 嗯 怀孕了 啊 啊 所以 我觉得 孩子等不了 嗯 所以我就 想让他 离 跟他老婆离婚 然后跟我在一块 哦 所以你给他 老婆打电话了 这事儿 你事先有跟 岳学民商量吗 我跟他 讲过呀 他说 让我 把孩子打掉 但是 我肯定不能打呀 哦 他让你把孩子打掉 对 我没同意 哦 所以你就 换了一招 直接想从 他老婆那儿 做做工作 是吗 嗯 好 明白了 哎呀 叶先生 身体不错呀 你以前承诺我 说要跟我在一块 要跟你老婆离婚 然后我说 我怀孕了 你就让我打掉 我承诺你了吗 你承诺我了 当你知道 怀孕了之后 你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呀 我第一反应 这孩子不能用 为什么 你这么爱他 他又年轻 又体贴 对不对 跟你老婆比 你看老婆都60 快60了吧 60了 60了 这才20 你有没有打算 跟这个叫刘涵的 小姑娘结婚啊 没有 也没有 那从头到尾 你是跟你 你我女儿 回家跟我说了 你像那些反悔了 你开始你胡说 叶学明啊 你一花甲老汉 面对一个189岁的小姑娘 你下得了手啊 这不是有原因啊 有原因 你也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对他真有感情 为什么现在要他打掉孩子 跟他分手 把一脚踢开 你这叫试乱中气 我没说一脚踢开 就是让他把孩子打掉 哦 我明白了 就是让他把孩子打掉 你也不把他踢开 让他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你们俩维持原状 这是你的最佳选择 而且还不愿意 还不跟老婆离婚 叶学明啊 你把实话说了 刘涵的妈妈 我想跟您说这么件事 据叶学明说 不管是在餐厅的楼上 还是在那辆黑暗中的汽车里 都是您女儿刘涵 对叶学明主动的 不对 那问一下刘涵吧 我没有 那怎么回事 他主动了 他怎么主动的 他就说他会对我好 说让我跟他 说他会跟他老婆离婚 这是你们两个第一次吗 啊 是不是 对 那叶学明就是你坑了人 刘涵一小姑娘 如果是刘涵主动的 我们说这小女孩动机不纯 她知道你有家庭 她对你主动 如果是你主动的 而且在第一次之前 你先跟人家说 我会对你好的 我回去离婚的 这不是我主动的 真是他主动的 你在车里我告诉你说 你给我女儿子三万块钱借给我 回家他哭着 我发现他怀孕 我在胃道他就说了实话 他说下着雨在车里边 你给了他三万块钱 他说永远我对你好 以后我和我老婆离婚 我和你刘涵结婚 这你亲自说的 不不 然后你一块 捡他衣服 我来问刘涵 三万块钱是在哪给的 三万块钱是当时在车里给的 这有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意思 不是不是 那情况已经闹成这样了 你怎么打算啊刘涵 我打算让他跟他老婆离婚 哦 孩子没离婚 他他现在想让你把孩子 什么意思 孩子处理掉 啊就是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之后呢 不要了之后呢 就是 哦你说不要就不要吗 我正常的日子来 不 你这么不付三万 不要了之后 有两种 一种孩子不要了 人还留着 还有一种是孩子也不要了 人也不要了 我现在回头了 啊 我现在回头了 回头了 我知道 那你的意思就是孩子也不要了 人你也不要了 是这意思吗 那我跟孩子怎么算 这是个二十岁的姑娘 你不要了也就算了 人肚子里面还有一孩子 就是你一句不要了 就可以不要的吗 那是一条命啊 我没办法 这是怎么办呢 叶学明的态度已经明确 他不想与李简分开 并要跟刘晗 断绝关系 面对叶学明的表态 刘晗和他的母亲 会有什么说法呢 没办法 一下子不解决 孩子都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了 他不是 我听刘晗的妈妈 那意思是有解决方法了 刘晗的妈妈 你认为这事该怎么解决 当然我也不不愿意让女儿 嫁给一个糟老头子 一个老色鬼 那你怎么解决 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把孩子生下来 也是个难题 我想就是说他能给我儿女的子 有点不是 你看了吧 就是为了钱 什么 你放弃 那我跟他两年多了 我现在还还孩子 你说了一话好不好 你说要多少 叶学明来 快快快说多少 多少 你要多少 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你是纸啊 这是说的是啊 你家那才是纸的 你家才是分 哪个 你说的吧都是分纸 你说的吧都是分纸 没有 不是爱多 没有 太多了 我告诉他没有拉倒 没有 一会儿你和你老婆离婚 你和我女儿见婚 一会儿再跑一见 不是 你看啊 这些人这个嘴脸 叶学明 我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然后李健 好像也很 也很轻蔑 然后刘晗的妈妈 很理直气壮 你们谈的不是五十万 你们谈的是现在刚刚两个月大的一胎儿行吗 现在叶学明是什么意思 五十万不愿意是吧 五十万是多点 多点 要不然我陪你给你撒什么的 不行 二十万吧 不行 少了五十万不行 那太多了 我来问刘晗 很简单 现在这个姓叶的在你肚子里面 把你肚子搞大了 五十万他不认 你准备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告诉我件事 你看着那个叶学明 你告诉我 他对你好吗 他从前对我特别好 他从前对你好 是为了什么 他在车里给你那三万块钱钞票 是为了什么 刘晗 因为我年轻 然后他想干嘛 现在刘晗重新回答我那个问题 叶学明对你好吗 说出来 不好 不好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叫叶学明的人 你真的打算给他做老婆吗 有钱就可以 不要 不要是吧 好 鼓励你 第一 你刘晗 不会给叶学明这样的人 做老婆 对吗 对 但是我一定会要出赔偿 因为 我青春给他了 虽然我现在 你今年多代 姑娘 22 22对吗 你认为你的青春到哪天为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这个事 没错 我知道 代价惨重 对 代价惨重 我问一下 刘晗的青春还在吗 22岁的刘晗的青春还在吗 还在 但是会有五点呢 我会 刘晗 现在看着我 刘晗 现在看着我 那个叫叶学明的男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吗 不是 知道他不是吧 那你现在再告诉我 那个叫叶学明的男人 他是个好男人吗 他是个好男人吗 不是 不是 这个世界上有好男人吗 很好 叶先生 你表个态吧 要不然这事没完 赔偿 关于有事赔偿的话 我说这五十万是多点 这么着吧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你 可以吗 哎呦 这行不行 我 你太看不起我了 叶学明 你在外面搞小三 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人家现在要你赔钱 让你老婆拿钱去买单 你还说把这权利下放给你老婆 你老婆好光荣啊 不是 他也不用年龄你 我说拿 我拿钱 给多少 这个权给他 他要是不会 不给我赔偿 那就生了吧 哎 生 那就生 那我也得跟刘晗说两句了 这个孩子的抚养义务 不是叶学明一个人的义务 啊对 作为孩子的妈妈 刘晗 22岁 对 年轻的你 也要承担对这孩子 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抚养责任 我知道 对啊 要是不给我赔偿 那就生了呗 哎 生了吧 拜托啊 二位啊 你们现在谈的是一条命啊 生出来是你们两个身上的骨鞋 叶先生 你当时一时激情 现在 裤子穿起来 你掉脸就想走人啊 你还是男人吗 你女儿多大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三十四岁是吗 有孙子吗 有吗 有 有 有 孙子多大 现在人家跟你说五十万买你孙子的命 你卖吗 你这样的人 不给你一点教训 你都六十岁了 你知道什么是错吗 你知道什么是廉痴吗 说吧 怎么着 我错了 你真觉得你自己错了吗 你真觉得你自己错了吗 叶先生 你不就是认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看到一个家境不好的 出身的农村的小姑娘 就用了一千块 两三万 就把人家勾引上 勾到上床了 现在 人家现在跟你来谈实际的了 你现在知道了 回老婆这了 结发 夫妻 因为你知道这个女人 不会骗你的钱 不会觊予你的财产 那个可能 刘涵有刘涵的问题 他就把自己的青春三万块钱就卖了 这是你活该 但是肚子里面的孩子没有 是无辜的 刚才啊 叶玄明说话的时候 他有一个口误 他张嘴是这么说的 三十万 二十万 我赔你 赔你三十万 二十万吧 最后他说二十万 也就是你第一个口误告诉我们 你在内心深处解决这件事情的心理代价 你把它锚定在三十万 对吗 高 嗯 高 我真是 锚定在三十万 那就问一下这边刘涵了 我又给你多 要出来十万 三十万 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拿主意 不用听你妈妈的 你认为行还是不行 如果你认为不行 那接下来 你真是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了 刘涵 你去想想 你今年二十二岁 坐在你面前 这个六十多岁的叶玄明 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吗 好 我同意 行吗 咱们就谈妥了 叶先生 成 三十万 你觉得你得意吗 也不得意 三十万 一个二十岁的青春姑娘 跟你在一起浪费了四年青春 你真会做生意 也许这三十万 可以了结你现在 所有的麻烦 但我相信这三十万 没有办法抹去 你在人生上面 这样一个非常不齿的烙印 记好了 刘涵最后送你几句话 幸亏幸亏 今天还有我们这个节目 幸亏幸亏 今天雷老师 还跟你说了几句知己的话 我不希望你把你自己 在二十二岁以前的青春 就被三十万做改写了 希望你能够吸取这次 惨痛的教授 好 谢谢 谢谢刘涵和妈妈 来休息一下吧 叶学明对刘涵提出的补偿 要求一口大眼 刘涵也同意退出 面对想要回归家庭的叶学明 李健又会是什么态度 叶先生现在不想离婚是吧 李女士的 李不 我是诚心的 我还是得李啊 干嘛你还诚心的 没意思 三十万你许给人家了 怎么还是让我给你买单 那身上都是给你的 不是 身上都是我的 但是四年那个钱你都拿回来了吗 你这样不太苛刻了 两年不回家 你还觉得有人了 你现在就怕搬死 说实话 我还是有心想买回 总是我们都六十多岁了 孩子三十多了 有了第三代了 我想挽回这个家 我努力呀 我努力不来 借我小三给我打电话 是吧 法律上有这个权力 给他让我打离婚吗 但是我现在 我就要给他离婚 虽然刘涵已经退出 但李健仍坚决离婚 便对李健坚决离婚的态度 张女士提出了解决方案 我来提个方案 叶学明 从你们夫妻公司财产里面 拿出三十万 赔偿给人家 剩下的全部财产 都作为李女士的个人财产 同意吗 长长长长 叶学明答应 在一起就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离婚 就请离开这个舞台 究竟李健能不能原谅叶学明 这对夫妻最终能否一转成双 这里是由绿色环保领导品 埋洛瓦喜业 为您冠品播出的一转成双 广告之后精彩的情绪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很遗憾 老婆也没回头 小三也走了 行 我这命 好 但是 叶经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 你亏欠一条人命 而这个罪过 你永远也无法反悔 好 休息吧 雷老师 在感情世界里别把事情做绝 不管在这个台上你看上去输 还是看上去赢了 到底幸不幸福 自己心里有数 我还是关心女孩们 我还是关心女孩们 我觉得所有年轻的女孩要以此为教训 千万不要以为傻傻的以为 那个趁戏而入 或者是一手交钱 要你一手交货的人是爱你的 绝对不要相信 老汉有钱变了坏 使乱中气 把人害 姑娘年轻做小三 自作自受 是活该 好吧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故事 可能到最终三个人 谁都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 我不知道 他们将如何去救赎自己 只能真的祝福他们吧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叶学明又找到了我们 表达了他对今后的打算 首先我今天认识了我自己的错误 第一我对不起 还有我对不起老婆 我还是不想和他灵魂的 我以后一定要努力 请求他对我的原谅 尽管叶学明表明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被原谅 叶学明拥有自己的家庭 但却因为一念之差 背叛了妻子 背叛了婚姻 感情的裂痕一旦著成 并不是说一句对不起 我错了 就能够修补的 未来的路再艰难 也得叶学明自己走 将自己的悔过之心 付出行动 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心 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 也许一切都还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许一切都还能够做到这一点